如果我们不早点去立法 防范未然 我觉得这个对香港也不好 我们看到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这个国家成立了60万年 过往都很少人听国歌 为什么突然间会在内地有一个国歌法出现 我相信也是有关注到香港听国歌的情况 所以透过内地的国家全国立法 然后来到香港根据《基本法》立这个国歌法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 至于什么时机我不敢说 而早不宜迟立了《基本法》23条 如果不是的时候 到时候由中央出手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那个效果 未必是我们想见到的 至于你说 是否一定要在普选之后才可以立法呢 其实到时候应该回来 相反来看 假如你没有23条的《国安法》 我相信中央更加不放心 是让你直选 《国安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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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国安法》